大家好,这是我前段时间播种的沙漠玫瑰小苗 那么现在已经过去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一般是在两个月之后才会给它进行移栽 那么现在一个多月我们也开始可以给它用点肥了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用什么肥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是沙漠玫瑰的旺生生长期 而且这个沙漠玫瑰这个时候播种没多久 所以它的根还不是特别发达,不是特别旺 我们这个时候主要要给它补充充足的磷甲肥 来给它发发根,让它长出更多的新根出来 但是因为现在它是小苗期,这个氮肥也不能够缺失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会给它用上这个蒸根状化型的有菌营养液 这个营养液蛋磷甲比例是10比30比20 还有适当的氮肥,特别是磷甲含量比较高 可以让它的根长得更多 而且让这个沙漠玫瑰的静感长得更为粗壮 使用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稀释大概1000倍到2000倍左右 这个时候的浓度不能够过高 因为还是小苗,它的这个虚肥量是比较少的 如果肥过高过浓了,容易出现伤根的现象 然后把它完全搅拌均匀,溶解 可以采用灌根或者是直接浸盆的方式都可以 这样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它不仅根长得多 而且静感也会更加的粗壮 不过我们这个时候用肥不能够用的太过频繁 我们大概半个月给它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一般使用一个两次左右,我们就可以给它移栽了 在这期间也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因为沙漠玫瑰是特别喜光的 充足的光照可以让它长得更旺 不要直接阴阳 阴阳的话,它很容易涂长 好了,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